他说我啊 我过去啊 我本加摄佛时极贫 我过去啊 其实很穷的 那在释迦牟尼佛 在前面的一尊佛叫加摄佛 他说我在加摄佛的时候 很贫穷 我是在城门外面 是一个魔镜的人家 很怕 镜子什么魔镜很穷 但是呢 他是有这个善心 慈悲心 所以没有沙门啊 只要有修行人来出来托波 他都是固定的 用他那一双手啊 制成的供养 就是供养的食 就这样子 终其一生都这样做 虽然他很穷 并不在乎于你供养的东西 是多么的高贵 多么的昂贵 因为沙门他们不减则啊 他们只要有食物能饱足就好 他们是要借责修真啊 所以呢 受终 终此一生都在做这样的事 那受终之后 因为他的福报 所以他当树神 他也不是说他已经是 什么天人啊 什么菩萨没有 因为他 只是比他以前的贫病好一点 贫人好一点 或是长者听了之后 大悟啊 他才了解 我虽然有钱 那是祖上有德留下来 我过去有什么英文果报 有财产 可是没食物 所以呢 这个长者了解之后回去呢 就日饭八千僧 他就哦 因为他很有钱 那就是做很多饭菜 他每天呢 有这个僧众来 来起食的时候 他都很欢喜地给予 他的滔米汁 滔米汁是洗米的水啊 洗米水啊 流出城外 可以乘船 好恐怖哦 他们的船 大船小船没讲了 就是他那洗米的水啊 要洗很多米啊 才能煮那么多饭啊 可能也开米饭 洗米的水 可以乘河 可以乘船 这个给大家做个参考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